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张卡片 这张卡片是一广发银行的留学生卡片 这边的话,我这边挡住了是一个博士的学位帽 这张卡片的话,其实刷六次就可以免次年费 非常方便,然后可以免年费 这张卡片其实是金卡卡片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权益 当然的话,这张卡片至少是免年费 然后这张卡片有很多特色权益 比如说你这个真的是留学生的话 你申请一张卡片的话 你可以通过一缴款的转账 首先你要把钱存进去,学费存进去 然后通过云散付EPP 你可以一个海外生活,一个服务便利 就可以缴学费,缴国外学费 那么第二个它是有享受返现 返现的话是这样子的 消费无比,每比的话100美金以上 就是可以随机抽一笔 返现给你10% 那么什么意思呢 其实这个是五抽一,翻10% 如果说你刚好消费了5比100美金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等同于你消费了500块钱美金 只返现给你是10美金 是不是 那么这样的话是 等于说是返现率的话是达到2% 那么它每个月上限的话是返现100美金 那么按照2%的话 等于说是最佳刷卡知识的话 是刷5笔,每一笔是刷1000美金 那么这样的话等于说刚好把 它随机抽一笔嘛 抽一笔的话就刚好1000美金的话 刚好可以获得100美金的返现 全页返现啊 那么其他的话它这个是 境外可以第一笔每个月啊 可以免手续费提款一笔啊 提现啊 第二个呢 是它可以是免这个境外的什么海外货币转换费啊 交易服务费啊 这种都可以免啊 这个的话都大家不用担心啊 这个按照获利转换这个都可以 还有呢 就是这个卡片呢 其实有个很大的好处 就是说他这个卡片想产生积分 你可以在之前的话 在广发银行的积分兑换的话 是可以兑换里程是有优惠的啊 而且这个里程又会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比例非常好 大概是二四比一吧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卡片